我祝福到神的神的主义 在名字的名字 你说我曾奋道启示 有几个精灵已倖听 并且说我们却听见奇异的古兰经 他能导人与正道 故我们信仰他 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 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 他没有责取妻事 也没有责取儿女 我们中的庸余 传以悖逆的是污蔑真主 我们曾猜想人和精灵 绝不能污蔑真主 曾有一些男人 求些男精灵保护他们 因而使他们更加骄傲 那些男人曾像你们一样猜想真主 绝不使任何死者复活 我们曾探视天 发现天上密布坚强的卫视和灿烂的星宿 过去我们为探听而常常坐在天上可坐的地方 现在谁去窃听 谁就发现一颗灿烂的星宿在等着他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万物将遭患难呢 还是我们的主欲引导他们于正道呢 我们中善良的 有次于善良的 我们是分许多派别的 我们相信 我们在大地上绝不能使真主无奈 也绝不能逃避真主的谴责 当我们听见正道的时候 我们已信仰他 谁信仰真主 谁不怕苛扣 也不怕受辱 我们中有顺服的 有乖章的 凡顺服的 都是有志于正道的 凡乖章的 都是当作火域的燃料 假如他们遵循正道 我必赏赐他们丰富的雨水 以便我借雨水考验他们 谁退去主的教训 他将使谁入在严峻的惩罚中 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 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 你们不要祈祷任何物 当真主的仆人 起来祈祷他的时候 他们几乎群起而共之 你说 我只崇拜我的主 我不以任何物配他 你说 我不能使你们主持祸福 你说 任何人不能保护我 不受真主的惩罚 除真主外 我绝不能发现任何避难所 我只能传达从真主降师的通知和使命 谁违抗真主和使者 谁必受火域的惩罚 并且永居其中 在他们看见他们所被警告的刑罚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谁是更寡注的 你说 我不知道你们被警告的刑罚是临近的呢 还是我的主将他规定一个陷阱呢 他是全知优旋的 他不让任何人窥见他的优旋 除非他所喜悦的使者 因为他派遣卫队在使者的面前和后面行走 以便他知道使者 却已传达了他们的主的使命 并且周知他们所有的言行 并且统计万物的数目 并且在他方向来优旋